其实每个人生活起来都特别不容易 比如说吧 当我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还得防着假币 这事多闹心啊 说到假币 没有人不咬牙切齿的 伪造假币的不法分子 除了在编号上会做手脚之外 有的还在票面上也动起了手脚 最近警方就查获了一种拼凑型假币 我们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就是警方最新查获的新型的拼凑型假币 您仔细看一看 就能看到其中的问题了 像这张 明显就是有粘贴痕迹的 很多人可能都会问 这样的假币 能不能被这个验钞机拦住呢 我们的记者特别走访了 北京浙江的几家 小商品批发市场的 销售验钞机的商铺 来看看 在记者的再三要求下 老板拿出了一台价值1500人的 所谓最好的科密牌验钞机 记者采访发现 验钞机的价格从200元到1500元不等 不少还都贴出了银行专用的标志 按照店员的说法 他们销售的验钞机能验出各种价币 不过记者也注意到 商家用来检验的假币 仅仅是一张纸 喷涂了人民币的图案而已 用肉眼都能看出破绽 被验钞机检测出来 当然是一如反掌 随后记者把从公安部 获得的三张百元假币 混在了30张百元真币中 进行了检测 结果让人大失所望 这个是普通用的 就是相当好 你要是银行那个 他们有就是那个 就礼金头做广告这个 那个带的保险 就是那个 如果是验不出来 赔偿多少 就是这个 不是这个 那就一千多元钱了 一千多元的真的就保险了吗 这台目前市面上最贵的 一千五百元的验钞机 也给记者带来的假钞放行 随后记者又先后来到了 几家银行的营业网点 测试结果也让人大吃一惊 工商银行 工费银行 建设银行的部分营业网点 提供给客户使用的验钞机 都出现了同样的节目 都给记者带来的假币放行 只有农业银行的一家营业网点 使用的是A类等级的验钞机 验出了其中的两张假币 难道银行给客户免费提供的验钞机 和银行内部使用的不一样吗 án同样也1个2个1个2个2个4个4个3个4个5个1个1个6个2个1个4个4个3个8个5个4个7个4个4个5个